《中文字幕》 攝影的照片它視為一種死亡的敗物 我簡直的現成物就是將這個死亡 把它給召喚回來 那我們可以從這系列的創景當中可以看到 紅毛港的人他們居住的外面的景觀 都是高雄港周邊的重工業 包含像是高雄有名的造船廠 這有一艘貨輪正在建造 中油煉油廠 大林發電廠 工廠煙囪環繞 照片中殘破的家屋是現在的高雄港周際貨櫃中心 這塊已完全被移除的聚落 是有360年歷史的紅毛港漁村 我希望能夠在創景這個作品當中 能夠呈現出來是一個內外對照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們所看到的這個場景 其實是用了實機展的閃光燈 在每個部分每個部分把它打亮 然後讓它打得均勻 那它就會呈現出一幅 就是好像牆壁上面箱著一幅畫的感覺 那我就想要透過這種比較超現實的這種畫面 來呈現這個紅毛港家屋 他們居住環境的景觀這件事情 藝術家陳柏毅在紅毛港千村的最後三年 蒐集遺留下的舊照片《老門牌》 也用一系列的影像創作 記錄下不同時代的紅毛港生活痕跡 那以這張照片來說 你可以清楚的看到就是 它所留下的樣子大概就是 90年代的台灣的樣子 為什麼 因為當年所流行的一些偶像明星 其實就是劉德華 蘇友鵬 孫耀威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被遺留下來的這個空的房間裡面 我發現了在偶像的海報的上面居然有純印 那這是一個很私密的一個生活所留下來的這個痕跡 我們再往上看這張照片裡面所留下來的這些海報 它其實就是反映了60年代跟70年代的台灣 陳柏毅拍下紅毛港居民 將近40年的獻見千村過程 無內被凍結的陳設 裝飾 像是不同年代的時空膠囊 它是以一個報導攝影的這個姿態 進入到那個紅毛港的這個村落 然後它也是很田野調查式的 一一去看到這些受災戶 可是它的表現方式是非常獨特的 也就是它用一個非常藝術性的方式去表現報導這件事情 它既讓我們看到那個紀錄這件事情 同時又讓我們看到紀錄它其實有另外一種美學的可能性 展覽中影像與遺留物件的相互對照 是陳柏毅對政府經濟開發的提問 如果只是一直想著就是國家發展的這個概念裡面 而沒有去思考到說 一旦這個計畫在施作的時候 你影響到可能是 這原本的這個聚落裡面 可能是幾百人甚至幾千人 他們下半輩子的人生的時候 其實這個計畫的施作者應該要有更 更長遠的一個考慮 陳柏毅用他創造的獨特廢墟美學 巨細民遺地呈現紅毛港千村實路 未來他將追蹤千居小港區的紅毛港居民 近十年的計畫將繼續發展下去